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起空袭的成绩弹出来了 在这一轮打击行动当中 主要对准基辅的基础电力 能源 国家安全部门等发起了精准打击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大楼 还有基辅热电厂等 而负责乌克兰网络安全的安全局局长 在驾车逃跑时 不幸撞上了俄罗斯估计是胡乱飞行的导弹 当场毕命 成了乌克兰第一个被斩首的高官 而泽连斯基已经紧急转移至地下堡垒去了 那些为克里米亚大桥 被炸拍手称好的乌克兰高官们 如今都心惊肉跳 气急败坏的怒骂俄罗斯残忍无道 我们看到 当时网上还有一些青乌粉嘲笑俄罗斯说 你看俄罗斯导弹打得不准 都打到路边的汽车了 这下大家知道打到汽车上 为什么打到汽车了吧 要知道 俄罗斯早就具备了导弹斩首的能力了 当年斩首车陈叛军头目就是这么干的 如今在北约和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 巨大的电子网络干扰的情况下 可能俄罗斯的一些导弹目标会受到干扰 有打击不准的地方 但是要说老毛子的导弹全都是乱打就有失功允了 面对铺天盖地的导弹与 乌克兰的导弹防空防御系统根本无法全部做出拦截 更何况一旦暴露之后 随即也会被俄罗斯导弹所摧毁 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韩国三星在乌克兰的办公大楼 也被炸了损失惨重 而此前韩国大量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这一次俄罗斯导弹的误炸三星 会不会是对韩国尹熙悦政府的敲打呢 被误炸的还有德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也在这次空袭当中损毁严重 虽然在空袭当中受损严重 但是面对老毛子的轰炸 德国声明称大楼里面没有德国人 没有人员伤亡来给自己做演示 三星更是轻描淡写地称 仅仅受到了波及 一带而过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德国韩国三星都第一时间被俄罗斯开脱 人家不是故意炸我们的 还有我们里面没有人 俄罗斯白炸了 吃亏的是俄罗斯 更有意思的是 这次被炸的竟然还有乌克兰的一家化妆品厂 可能有亲美网友说 这就是俄罗斯狂轰乱炸的证据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随即就被爆出这家化妆品公司 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 兴高采烈地为之庆祝 并专门出了一款和大桥被炸有关的产品 以示祝贺 结果后脚就被端了 作为一家化妆品公司 你好好卖你的化妆品吧 还非要掺和着国际局势 你说你这不是作死是什么 此前曾威胁绝不允许俄罗斯轰炸基辅的 能源基础设施的美国终于也做出表态了 拜登愤怒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行动 在谴责俄罗斯的时候 不知道这有些老年痴呆的老兄想没想过 美国当年在伊拉克 叙利亚和纳联盟干的那些事 拜登还称美国坚决地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强大的军事援助 让俄罗斯付出代价 言外之意 继续支持乌克兰被打回石器时代 让乌克兰站至最后一人 而德国也表示将会援助一套防空系统和坦克 并将会在近日内交付 但是俄罗斯都公开宣战了 北约国家当中竟然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 公开向乌克兰派兵和乌克兰并肩作战 最终还是乌克兰独自扛下了这一切 最搞笑的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站出来表态 谴责俄罗斯的对乌克兰轰炸行动 还有 以色列竟然也跟着谴责俄罗斯的轰炸行为 话说这俩人是不是出来搞笑的 以色列几乎天天对巴勒斯坦进行轰炸 天天对叙利亚进行轰炸 就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 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一直视而不见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今身份已换成了俄罗斯了 他们就集体跳出来了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张得出口了 由此可见 如今的联合国在美国的把持之下 已经彻底没有公益可言了 需要说明的是 俄罗斯对乌克兰12个主要城市 发生了上百枚导弹 仅仅是对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发动袭击 哪怕是乌克兰自己也称 俄罗斯的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 96人受伤 大家想想巡航导弹这么大的威力 要是往人群密集处发射 或者像美国打伊拉克那样无差别轰炸 伤亡可能就不是这个数了 这也证明了一点 俄罗斯这次对乌克兰仅仅是警告性空袭 而不是致命一击 只不过俄罗斯的善意 会不会继续被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认为 是俄罗斯只不顾如此 反而更加变本加利呢 克里米亚大桥剧烈爆炸两天之后 基辅遭到俄军时隔数月的首次严重导弹袭击 国际舆论本来还在等待和猜测 在今天晚些时候的俄联邦国家安全会议上 普京会否宣布将对乌才取哪些强硬毁击 不料一大清早 乌克兰多地同时传来的爆炸声 立即就让人们意识到 莫斯科的报复行动已经开始了 泽连斯基以及其他乌方高官密集发声 表示谴责 北约 欧盟和欧洲多国领导人 也都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乌克兰 可想而知 俄方针锋相对地表达了强硬和警告 在俄联邦国家安全会议上 普京亲口证实俄军今天用远程精确武器 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他还明确表示 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袭击 都将遭到俄方坚决毁击 梅德威杰夫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 对乌还将进行更多打击 第一集结束了 之后还会有其他的 一 莫斯科的报复开始了 基辅今天清晨爆炸声音响 路透等媒体立即嗅出冲突 可能骤然升级的味道 纷纷腾出网站首页置顶位置 开始对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一开始情况不甚明朗 焦点还主要是乌克兰首都 ABC说 这是基辅数月以来首次遭到袭击 媒体最初的报道是基辅发生多次爆炸 占据市中心大片区域的摄浦秦克区 多处建筑冒起浓烟 紧接着爆炸被证实来自俄军导弹攻击 而且不止一轮 第二轮比第一轮强烈得多 一枚导弹落在泽连斯基办公室附近的街道 这样的细节 进一步增加了外界对现场情况的关注 很快更多消息传来 媒体对于前线情况的定性随之升级 就在基辅遭袭的同时 哈尔科夫 奥德萨 蒂涅伯罗 赫梅利尼茨基 日托米尔以及利沃夫等地区也都传出爆炸 当地包括能源 电力在内的一些重要基础设施 遭到俄军导弹袭袭击 这可能是2月以来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遭到的最严重导弹和火箭弹轰炸 获悉遭袭规模和具体情况后 泽连斯基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声 予以回应 指责俄罗斯正在试图摧毁我们 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 并称乌克兰正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 在俄军一轮又一轮导弹袭击中 泽连斯基还与法德等国领导人紧急沟通 探讨加强乌克兰的空中防御 澳洲和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等 乌方多名高官当天也就多地遭到攻击密集发生 首都基辅长达6个小时的防空警报还没结束 随后在行动进行过程中保持沉默的俄罗斯做出回应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通报 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 对乌克兰的能源、通讯 以及军事管理等设施实施打击 本次打击目标已经达成 所有目标都被击中 另据俄媒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基辅遭习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今天普京在俄联邦国家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 证实俄罗斯军队今天用远程精确武器 对乌克兰的军事设施、能源和通信目标 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他表示 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 普京还警告 乌克兰恐怖分子 对俄罗斯领土的任何进一步袭击 都将遭到俄方坚决回应 其规模将与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相对应 接下来普京细数了一系列 乌克兰方面 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破坏 比如指控乌方对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 实施过三次恐怖袭击 多次破坏核电站的高压线 再比如 指控乌方试图破坏土耳其西天然气管道 最新一例就是乌克兰被指认为是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事件的幕后黑手 普京表示 事实上基辅政权 已将自己与国际恐怖组织相提并论 对此类罪行制之不理是不可能的 这就有了俄方今天对基辅等乌克兰大城市 一系列的导弹打击 舆论普遍认为 不管是普京的讲话 还是俄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 都是俄方对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事件的回应 俄罗斯的愤怒不难想见